台湾自来水公司成立50周年第九区管理处举办了自来水文物馆接牌 还有新春私书化连展活动来庆祝 处长李庆兴表示 台水族的持续提升用水品质稳定供水 也开放园区做历史严格展示还有艺文展演空间 欢迎民众可以来到自来水园区感受珍惜水资源的重要性 台湾自来水公司成立50周年第九区管理处举办自来水文物馆接牌 以及新春私书化连展活动来庆祝 处长李庆兴表示 台水族的持续提升用水品质稳定供水 也开放园区做历史严格展示 还有艺文展演空间 在全省各地都展开庆祝活动 首场就在由我们自来水第九区管理处 这里办一个自来水园区的知性之旅 那园区包括有我们所在地的这个文物馆 还有松原艺朗 那今天我们这个庆祝活动来邀请各界来参观 来参加 那一同来见证台水50周年的一个历史 在台湾的一个水环境的建设 那这个一个是值得庆贺的日子 我们难得大家都能够有这个 纸优亮足的自来水可以饮用 那这是我们台水人 大家用心 这个偏手知足 来营造这个好的供水环境 来服务我们的乡亲 让大家能够有这个好的水可以喝 占地宽广的自来水园区有百年老松 有松原艺朗 还有自来水文物馆 欢迎民众可以到自来水园区 来感受珍惜水资源的重要性 介络会欢迎市报道